歡迎收看國情講情,繼續有我和鄭教授在這裡 話說都是一堆原本講過的東西,炒一碟炒冷飯 告訴大家,他自己在第三屆特區政府裏面做了這麼多事 有什麼就不要怪我,有怪莫怪這種態度 真是很明顯 我想他又說自己以前做了四十多年的公務員 我想在題目是繼往開來 我想在很多市民的心目中,一下不如一下 從他做二級行政主任時到現在 似乎市民對於前景越來越悲觀 對政府的期望、對政府的評價都真的越來越低 雖然他經常說市民望如浮運 但市民給的分數是四十多分 而且反對他做特首的人,比支持他做特首的人 差不多多於二比一 他那一話就說市民望如浮運 但你看到他,他一做特首都聘請了很多 韓安達、柳世良這些,很悉索做民意的公關人物 進入他的辦公室 從他辦公室的人才來看,就真的不是市民望如浮運 他們那班人的兼且做得差,到最後爭任權 都要說了,四十分都不錯 四十分,如果在大學也好,公開試也好,媽媽很合格 所以真的不知道,做了七年 經常說人家有些更差的,好像有個小學生回家 媽媽我只有四十多分,不過我隔壁那個只有十多分 我前面那個二十多分,我四十多分都很好 所以真是一鞋不如一鞋 不過我們先講到市政報告的內容 一開始這份報告,劈頭都講 大家很關心的一件事,房屋問題 之前也有傳聞吹豐都說會建復健居屋 但是這個復健居屋擺到明,完全是不同的 兼且大家真的知道軟水不能夠近火 今次的市政報告就說,新居屋最早就會2016年落成 第一年二千五百個單位,廣後由2016年起的四年裏面 推出大概一萬七千個單位 其實大家當然會追究,你做特首做了七年 為何這個土地供應出現斷層,為何你一直都不肯建居屋 九年都不建居屋,到最後一年才說我要重新建居屋 你沒有解釋,為何你不建? 為何你從你做政務司司長時已經說不建? 到現在做特首最後一任,最後一年就說建? 為何你欠市民有一個解釋,現在覺得都要蓋 如你所說,2016至2017才有二千五百個單位 其實去年所有政黨都說要復健居屋 你都說不建,以至整個地產界就告訴你 聽說兩年之內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土地供應 沒有甚麼特別的房屋供應 即是說明炒樓還有兩年很好炒的 你現在才說2016至2017就有些居屋 你真的很對香港人不住 尤其是這個所謂的新居屋政策除了遠之外 所謂的負擔能力其實都不是說小的 如果看回曾蔭權新港的計劃 大概就會是四千多元到五千元一呎的一個單位 還要是八五到二百萬,簡單來說四百至五百尺 可能你說兩三個人的都勉強可以 但如果不是,多一點點也是不行 即是如果那些人很聽他說 一早生了三個小孩,現在五個 一家五口,這個聽特首說,多一點生育 一家五口,現在就不知道怎麼辦 真是不行,而且地點已經是沙田、荃灣和元朗 都不是說一些很近商業中心區的區域 到最後又要有交通費 供樓大概是佔家庭的入息比例四成 即是說剩下六成勢 其實國際的客戶,即是叫做學家庭也好 又或者比較普遍的標準 都是說三分之一的家庭收入來供樓 你用了香港獨特的畸形生態去看 其實對於中低層收入的家庭來說 其實都很吃力的,尤其是中美雞安揭 以及其他利息,可能接口上升 抽到銀筋就要開支,所以其實杯水車身 當然人人都覺得你要建居屋 我們記得是因為他的老闆 溫家寶總理說還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 未曾處理好,未曾解決好 即是和他評級,不是老闆的黃江亞離香港 又說要解決房屋問題 即是你似乎就是民意說什麼 一眾政黨說什麼,他都不理 上面的老闆評級的那個伙計,要說要提醒他 那他便起 似乎前年的六大優勢產業 是他的施政報告的重點 去年輕輕揭開過六、七行 被人罵之後,今年六大優勢產業 每個行業都離開一段 但是我深信,看完那些有關行業 就會說,你講完六大優勢產業怎麼推動呢 大家都還是絕不樂觀 其實很簡單 你說我們界定了有六大優勢產業去推動 人家當然問你,你用什麼手段 用什麼誘因去促進這些優勢產業呢 我們看看新加坡,南韓台灣的例子就很清楚 人家當然有很多國企,或者新加坡就叫做Government Linked Cooperation 然後他亦都有主權的基金,政府可以賣錢進去 政府可以推動的 你政府呢,即我們特區政府呢,就什麼都沒有 那又怎麼推動呢 那現在呢,譬如說拿幾千萬來推動創意產業 都算是,那真是 幾令人提兆皆非,三千萬 似乎是,買兩三層豪宅的價錢 又說去推動創意產業 那你真是不知好笑還是很生氣 尤其是,被人救病的教育產業 都被人罵到體無懸夫 一開始就兩塊豆腐飲地,國際的大學又不肯來 那之後,現在又說了,我們就會再資助一些私立大學 或者可以頒售大學學位的私人學院 就去建一些宿舍,去擴大一下教育大樓 就是,杯水車身 基本上其他那些六大產業都是,像你所說的 一段過,也都沒有說到,即是究竟 之前他們,即是可能策發會 或者經濟會,大佬談了很久很多年 那怎樣推動,沒有說過 當然了,周任權就在司令報告有說過 他又說,現在面臨這個管治上的大挑戰 大挑戰的理由就是在於 有些人要求,現在這個所謂的大市場 小政府不合時,既然你政府找了六大優勢產業 那你不是應該透過不同的經濟手段去推動嗎 即是他又輕輕賴過 如果是這樣,老實說,我想普通經濟學家 或者是普通關心香港時事的人 坐著喝啤酒,大概數一數一數一數 都很容易數到六大優勢產業 如果說數完就算了 那真的很容易 打好這份工就很容易 那大家所寄望於你的就是 你真是說優勢產業 那怎樣發動起來,怎樣發展起來呢 當新加坡政府去搞那些生物科技 絕對不是說我們搞生物科技 優勢產業就算了 他真是做很多工夫 將這個生物科技產業扶植起來 所以完全看不到有甚麼會扶植 除了慣常的優勢土地提供之外 譬如說價錢 我不管資助也好貸款 保證也好計劃 不會一六大優勢產業特別提及 只不過是希望用現行所謂政府 幫助企業的一些渠道就算了 所以這一版過得 你講一下給地 你特區政府港島剩下最漂亮的那塊地皮 大家都知道去了哪裡 去了數碼港 當初說為何要給數碼港 我們要搞一個智慧港 搞一個數碼港 推動高科技產業 結果大家數碼港的人都知道 數碼港都不知有多少高科技產業 或者我們要問一下 數碼港的高科技產業的產值是多少呢 我想大概負責起豪宅那些賺了不少 但真是扶植高科技產業 高科技產業大肆擴充大肆發展 提供了甚麼產值 提供了多少就業機會 我想特區政府都欠了一個交代 當然那時候他也說不關他的事 不是他做特首 但他都是政府高層的 變回剩下我們窮得只剩下錢 到最後都是要想辦法就是錢滾錢 到最後都是講人民幣業務 怎樣幫忙把合格境外投資者推進去 中間做過喬人的角色 那就沒有了 我想他真是 雖然他是視民望而浮雲 但他都很想取得高分 所以本來在每年財政預算案說的那些 老人家多拿一個月生果金 公屋住戶免兩個月 租金那些 他現在搶先 說出來了 他做了財政司那份 都是博高分數 但是很明顯有得看 看過的都覺得分數都是打折的 如果大家有看今天一直直播的時候 大家在網上的比評 又或者在電視遙控禁那些 滿意度的全部都是不用的 其實大家都問一句 究竟我們的前景如何 大家所最關心的 我們的房屋、教育、就業、醫療、退休保障 這些問題是怎樣解決呢 香港的經濟發展 提高競爭力 提供就業機會又怎樣解決呢 你似乎全部都是沒有什麼說 賴過就算 所以 一早回來我們再講一下 司令報告的其他環節 回到國情講情 今次的司令報告 印多還有一本文章 這本文章就好像 政黨議員的工作報告 成功爭取 特區政府的第三屆主要施政的成果 就告訴你 曾任權過去七年做過什麼 之前沒有的 希望看到他其實想留一個 戒指給自己 但戒指都不是這樣留的 大家都罵了他七年 真的罵到沒有聲沒有氣 尤其是你說要繼往開來 你又在最後那段 這個施政報告的最後那段 就說了 你看到香港很多未來的挑戰 無論是全球化也好 或者區域競爭也好 跟這個大陸之間的競爭也好 你都看見到 你都看見到 我們上一節之前也說過 除了這個經濟上面 大市場小政府的方針之外 有其他事情你都發覺 是有些事情不太行 譬如說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你又說我面對到 我預見到這個問題 但是呢 之後就算數了 很多他都自己說過 在今次的施政報告裏面 他聽到他都知道 社會上有聲音 是要求設立這個全民退休部長 但是他又用一句 就是說中產一定不在意 那就解脫算數 但是你明明就知道 現在又來人口老化問題十分之嚴重 同時間就設立這個全民退休保障的 黃金檔期就是現在這個時間 解脫也不該找個好些理由 他在最後那幾段都說 第一他承認香港市民對政府有很多期望 有關收入罪再分配 其實很多香港市民的價值觀念也有些改變 在我那一代人 舊時就會覺得 只要我勤力工作 我自己解決我的問題 現在越來越覺得未必一定的 大家就會看看 我們理論上也有個強制金 但誰人都知道 你靠強制金養老 退休真是慘 醫療 大家都知道 政府不夠錢 大家去等等種種服務 真是越來越等得久 即是沒有錢再奔進去 醫療服務 所謂的長期醫療融資 這個政府也提出來是問題 又解決不了 但政府似乎說 是這樣的 我們公共開支 不能夠大 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 百分之二十 那就差不多了 那就算數了 其實都有很多辦法 市民是否願意 捐多一點點 譬如說 你真的有個 政府承包一個醫療保險 大家是否給稅多一百分之一 於是我們就有一個 大家安心的醫療保險 因為現在大家很清楚 最基層的人 就不會去買私營部門的醫療保險 反正他又負擔不起 而且當然希望有什麼事 他公立醫院解決 中產的就很害怕 這些私營部門的醫療保險 那份保險單據 那份保險書 都這麼長 我都不知道到時我買了 不幸有個什麼病 之餘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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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 其實大家都期望政府一個承擔 政府就說 我鼓勵你們去買私營部門的保險 我幫你一點點 就這麼多 這個解決不了問題 你現在就說 我們是開支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十 就是這麼多 至於說 退休保障 強積金 大家都知道 是否要供多些 大家希望有個可以倚靠的退休金 你全部都不說 你點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 大家也知道 這個其實是他的老闆經常提 你要提升香港的長期的國際競爭力 你看得見 雖然我們全國的城市都是第一 但跟別人的差距越來越近 別人追上來了 他就說 就是這樣 我們都考虎難為無米之吹 我告訴你六大優勢產業 差不多了 我已經做了打好我的工作了 你說了我們的問題出來 就毫無解決辦法 那你叫別人怎樣給你一個合格的分數呢 是 那 就是 完全 佛善可塵之餘 就是 最後都是要繼續罵下去 那沒有辦法 那 那 除了 他講的人口老化 我們剛才有講過 政府的角色之外 到最後 他真的覺得 不說不行的 就是 關於這個政制的改革 又或者政治制度發展那方面 完全是顯示出曾蔭權的 真是 臉皮多厚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廉恥的 他一開始 可能中美段 我不記得了 他很讚揚 香港的政團的表現 也覺得 政團的角色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了政團 就說沒有了什麼監察 政府是施政 也不能出謀憲策 等等 等等 但是 他 叫你 好了 你說埋向普選的時間 有什麼措施可以幫助 可能是政黨政治的壓戰 幾句而已 包括我們加這個候選人的津貼 就在區議會 立法會的候選人是津貼 我們加區議會 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派堂 派粒堂 老人家有人口老化 有嚴峻的老人問題 不要吵 生果金 又給你多個月 就是這樣 政制改革 本來他就說 我要玩拋勁的 現在當然不敢說 玩拋勁的 又加多一點津貼 其實 我們承認 阿爺不讓你玩拋勁的等等 算了 有些事情你都可以做 例如剛才你說 政團出謀牽叉等等 我想所有泛民的組織 其實個個都在吵架 每次去見曾蔡英權 他都似乎沒有什麼意思 去聽他的意見 個個出來都 其實都罵得很厲害 我走進去 他都不聽 我說什麼 他都沒有興趣 戲都做好一點 你令到這些擺明居馬 親疏有別 那些不是他的人 走進去 發覺你完全不聽 他又厚顏無恥 還有委任制度 他也有斷 你的委任制度 這些就不關爺爺事 完全是你自己可以負責 個個都罵 你來來去去都有幾百人 那些諮詢委員會 所有重要的諮詢委員會 都是熟口熟面 以前講英時代 都還說有些規矩 人人不准坐多過六個 人人不准坐一個委員會 超過六年 在你任內 這些規矩都不守 富二代 富三代 富豪的媳婦孫 全部都入了重要諮詢委員會 那你還說什麼委任制度 說什麼又說要大家出謀獻冊 大家去做好諮詢工作 真是面皮很厚 我承認要說真是民主等等 大概你都做不來 都是阿爺說的事 但最基本的 你都做好你自己的份工 尤其是區議會的委任制度 亦都輕輕大過 就說取消三分一就算數 完全是將這個 當年支持政改科案的承諾 或者條件 就是取消委任制 就完全是抹得乾淨 當自己算一算數 就是完全想割席 那你在這個情況下 又要繼續在這個死胡同裏面 支持著所謂的一堆建制的管治勢力也好 政治的勢力也好 其實到最後就是他自己畫地為王 固埔自封 之後就在那裏 很厲害的 寫多一段就是政治倫理 就說不妥協的話 會阻礙社會進步 但問題是你自己畫了一幅地出來 不讓人進去 你自己當自己是一類 當其他人二類 你沒辦法 我想似乎過完施政報告之後 大家都知道不用再有什麼期望 大家齊齊去看跑馬仔 這個是北格鴨政府 大家看跑馬 這份工這幾個月做幾好打 繼續出糧 反正大家也不期望你做什麼 你經常想說 你希望開來 又想別人給你一個很高的評價 我們見不到你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有什麼真正的努力 有什麼真正的心意拿出來 我還是希望到最後一天做好這份工 我都真的經常關心市民的福祉 我們真的見不到 所以未來時間這些挑戰 都可以成為一個跑馬仔的人 看看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跑馬仔越來越好看 越來越變化 有時候你看看犯徐麗泰表現 現在都幾作偶 但你明明堂堂不行 堂堂不一定行 有時候想說 如果你老哥有這樣的朋友 你真的不需要敵人 本來這位仁姐就說我支持堂堂 因為那時候中央提起堂堂 還是擁護 還是想找堂堂 自然西瓜卡大便 我還擁護 後來發覺他越來越不行 如果他不行我便會來 到最後那天我才決定去不去 那真是很醜 你選就選 選就告訴市民 如果我想做特首 我做特首 政綱是這樣 我做了特首 我就為市民做甚麼 沒有了 繼往開來 空話靶 今集國情講情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